在昨天的下午 我也獲得中央港澳工作 領導小組夏寶龍常務副組長的會見 會見的期間 我是匯報了香港的整體情況 以及特區政府的工作的 夏寶龍副組長 第一是肯定特區政府 在過去八個月的工作 並且予以鼓勵 他表示高興看到政府團隊和整個公務員 都是團結起來 大家努力工作 表示出有作為和敢於擔當的施政風格 他也見到我們可以發揮團隊精神 為市民做實事的 他也高興見到在特區政府施政之下 香港的整體社會是團結起來 特別是在謀求經濟發展方面 看到香港是向著正面發展 他也很高興見到香港政府和社會各界更加積極 和主動地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把握好國家發展 大灣區建設以及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機遇 他最後鼓勵我和特區政府 繼續努力 多做實事 為香港的經濟全力去推動發展 增加香港的競爭力 亦都為市民和幸福 同時他也提醒我和特區政府 要有憂患意識 居安施危 因為國家安全風險仍然存在 亦都有一些破壞的力量 是潛伏在社會 他提醒我們 是要做好風險管理 做好各方面的預案 對於任何破壞國家安全 又或者破壞香港社會安利 香港的自身安全等等 都要迎頭打擊 不要被他萌壓或者蔓延 郭欣滅